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如此 他还是咬紧牙关把三个闺女抚养长大了 一直到他们出嫁 三个女儿都一个个嫁出去了 老太太也一点点老了 每嫁出去一个他就会苍老几分 直到最后的小女儿出嫁后 他已经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了 这年的冬天 他觉得自己走路都已经很吃力了 更别说做家务干活了 他想是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的后事了 在农村 很多子女多的老人都实行在孩子家里轮班过 多数老人都是在这家住一年 在那家住半载的 可赵老太已经习惯了凡事靠自己 即使老了 他也绝不会去女儿家住 看女婿的眼色过日子 他已经拿定主意 自己就守着那两间和老伴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 孤独终老了 尽管老太太如此心宽 可她还是有一件事放不下 就是她陪嫁时的那件传家宝 一对金簪子 在离开人世前 她不想向孩子们索取什么 只想把这最后一点积蓄留给三个女儿中的一个 要留就留给最孝顺的一个女儿 她这样想着 但是哪个才最孝顺呢 自己还真有点拿不准 自从三个女儿嫁出去之后 他们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很少回来看老人 不过幸好三个女儿都嫁得不远 所以这次她决定去看看他们 这天早上 她先来到了大女儿的家里 大女儿嫁了个好人家 在当地的村子里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家里条件殷实 然而 看到老母亲来到自己家里 大女儿却只炒了一盘干瘪的花生给她吃 饭桌上还有一碟咸菜 一碗稀饭 老人说自己哑口不好 随意往嘴里塞了几粒花生就走了 出门没多远 恰巧碰到大女儿的儿子在外面玩 只见小外孙说 姥姥你来了 去我家吃饭吧 我妈说今天吃炖肘子 老太太回答道 姥姥吃过了 你们自己吃吧 姥姥过一阵子再来看你们 说完 老人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 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从老大家出来后 老太太又来到了二女儿家 女婿是个跑大货车的 虽然累点 可也赚不少钱 家里条件也算还行 可是 看见老母亲来了 二女儿却显得不太高兴 就随便拿了一碗吃剩下的炒豆芽 和几个干馒头招待了她 老人本来在大女儿家就没有吃好饭 这次吃了剩饭剩菜 更感觉自己像是个要饭的了 于是她默不作声地吃了几口 浑浊的眼泪 却已经开始在眼眶里打转着 然而 二女儿却视若无睹 还说 这都过了晌午 你就趁天亮赶紧回去 孩子她爸一会儿就回来 我还得伺候她呢 老太太点点头 蹒跚着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 老太太想 这两个女儿可是最让她费心的孩子了 可如今却没人愿意好好管她一顿好饭 就这么伤心地走了 直到天黑 老太太竟然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三女儿的家里 三女儿的命苦 嫁给了一个种地的农民 和丈夫生活了有两年多了 可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一看见老母亲来到自己家中 三女儿赶紧给老人倒了碗水 就急匆匆出去了 见到此情此景 老太太的心马上就凉了半截 心说 这小女儿可是她的心头肉 没想到她也是这样对待自己 看来她这个传家宝是送不出去了 还是带进棺材里算了 想到这儿 她站起来就要走出门 以后再也不来三个女儿家了 可就在这时 三女儿却拎着一大块刚买回来的猪肉和韭菜进来了 她笑呵呵地凑到老人身边说 今天晚上你别走了 咱们吃韭菜肉的饺子 在那个年代 以三女儿家的条件 兴许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斤肉 平常放油估计都得靠筷子占 她哪来这么多钱买肉 没多久 饭就做好了 三女婿从地里干活回来了 于是三人就准备吃饭 饭桌上 赵老太不经意看见三女儿的头发 之前出嫁时 她头上一直别着一根发簪 居然不见了 老人顿时心底一热 两眼泛起了泪光 见母亲突然不吃饭哭了起来 三女儿就急忙和母亲说好话 还挽住母亲的手 听着女儿在那里自说自话 老太太笑中带泪 只见她从怀里掏出了那对 用红布包裹着的金簪子 让三女儿像小时候一样 靠在自己的怀里 轻轻地为她戴上 看着眼前依然漂亮的小女儿 老太太说了好多 三女儿听后点了点头 想起三姐妹与母亲相依为命的 那段苦日子 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从三女儿家回去没多久 老人走完了她含辛茹苦的一生 老人去世后 大女儿和二女儿 就因为老人留下来的那几间旧屋子 和伴母地大打出手 最后闹得全村人都看了笑话 甚至两姐妹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而三女儿不但没有和两个姐姐去分家产 还给老人料理了后事 每年坚持去为母亲上坟 而母亲留下的那一对金簪子 据说三女儿就珍藏了起来 直到她生了孩子 孩子又成家立业 那对母亲留下来的金簪 始终都放在最隐秘的地方 即便岁月把黑发洗成了白发 把女儿熬成了婆婆 那根金簪 却都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 因为三女儿永远记得 母亲临走时对她说的话 过日子就是这么一回事 只要有盼头 日子再苦也能熬得下去 二 孝顺父母增福宵夜 福门里常说 福人居福地 福地福人居 一个有福报的人 他无论身处哪里 哪里都是好风水 一个没有福报的人 他就是住在再好的风水宝地 也是一场徒劳 因为福报不是求来的 更不是抢来的 福报是自己修来的 只有积攒了足够的善良与福德 好运才会常来光顾 在佛家看来 有一种方式增福宵夜最快 这种方式就是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乃世间最大的福田 与其远行烧功利之乡 不如在家好好侍奉父母 佛说 在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善不会大过于孝 最大的恶不会大过于不孝 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 他的心是不善的 和佛心是背道而驰的 故而 拜再多的佛 烧再高的香 也难以得到加持 佛曾经对弟子阿南说过 不管是出家人 还是在家人 以慈心孝顺 供养父母 这个功德殊胜难良 不可否认 在我们生活中 许多人一心只想着 自己如何过得顺心如意 到寺院拜佛许愿 也只是急功近利 一心只想着自己 如何升官发财 丝毫没有想到 其实真正的菩萨 就在我们身边 在佛门里常说 人生是一个了原的过程 所谓无缘不惧 无债不来 这也可以理解为 我们常说的因果 我们不管是为人父母 还是为人子女 父母和孩子的缘分 要么是来还债的 要么是来要债的 互相拖欠 故而此生相遇 成为父母子女 佛说 若没有佛 好好侍奉父母 侍奉父母 就是侍奉佛 父母是三界内的 最大圣福田 所以 无论父母 是否给过我们 富裕的生活 是否让我们吃穿不愁 我们都应该此生感恩父母 感恩父母 辛苦地把我们生下来 感恩父母 含辛辱苦 养育教导之恩 就如三世因果歌里写的那样 今生聋哑为何音 前世恶口骂伤亲 在福门功德回向祭里 有这么一句祭子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其中 上报四重恩 指的分别是 父恩 母恩 佛恩 僧恩 孝顺 除了以物质供养父母 以精神陪伴父母 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就是让他们学佛 所谓佛法难闻 一个人此生若能听闻佛法 实在是具有大福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